神舟一号发射成功后 老同志们都抱在一起痛哭 直到现在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 对这一幕场景都记忆深刻 日前 周建平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 回忆起神舟一号的发射场景不无感慨 周建平说 中国航天工业的飞速发展 印证了中国经济水平制造业水平的提高 现在回想过去 那我们现在的 在技术上的水平 我们在制造上的能力 我们在测试上的水平 我们这个 那比那个时候 那已经高了很多很多了 那神舟一号飞速 确实是经历了很多事情 7月19号21时06分 在太空运行1036天后 天工二号光荣泄木 经过多年的奋斗 中国先后成功将11艘载人飞船 一艘货运飞船 一个目标飞行器 一个空间实验室送入太空 而此次天工二号空间实验室 圆满完成任务 意味着中国正式进入空间站时代 我们的目标是在2022年前后 要完成这个 我们空间站的这三个舱的研制 那么 这个再加上我们已有的神舟飞船 为空间站运送航天员 加上我们的天州的货运飞船 为空间站运送这个物品 就可以构成我们中国空间站的一个完整的体系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快速发展 离不开其背后默默付出的中国航天人 周建平直言 在人航天工程工作有很大压力 为了攻克基础难题 同事们要付出大量时间与精力 航天人的家属们也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 特别是女同志 我觉得这件事实际上女同志更难 我们有的女同志三十几岁 那孩子刚刚 或者还在学前班 甚至在上幼儿园 有的上小学 还要少生粗 有的粗生要升高中 但这个年龄段 很多女同志就这个 到法院场一去就几个月 尽管工作忙碌辛苦 但中国航天人 却依旧用实事求是 一丝不苟的精神做航天学问 周建平告诉记者 航天人的技术讨论现场 时常会上演拍桌子戏码 尽管争论的十分激烈 但最后都能以礼服人 拍桌子戏码 他有时候争论其实很激烈 就会激动 对吧 但是呢 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标准 成功 所以技术上 你不要怕争论 只要有成功这个唯一的标准 这个 那么实现这个标准 你就有判断的准则 这个时候 大家 我们都能够以礼服人 而且 目标一致 不管是你那件被采烂了 或者没有被采烂 大家都能够心服口 从发射载人飞船 到突破载人飞船 和空间飞行器的 交汇对接技术 发射空间实验室 再到如今 中国正式进入空间站时代 经过数代中国航天人的 不断努力 古人上九天揽月的梦想 正在逐步实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